梁國雄 我聽完他們說的,其實八個字都講完了 就是逍遙法外,確是牙內 就是你們水滾轉講的牙內 逍遙法外,你全部都不受規管 就是說我們一定對付不了你,很簡單 我們沒有人監察你 問題就是,現在我們講的就是 我算你真的有這樣的權難,你不應該藍容 那些政策有爭議的,未落實的,要持平 就是說,你為什麼不買賣我罵陳茂波是狗官呢? 你賣一賣就行了 一邊說他盡忠職守,一邊說特首一加一,一加一等於零 老實說,我都很想你們賣一賣廣告 教下小學生的數學,一加一等於零 教下業主起牆,去遮住地屈 教下業主四次不回答封信 還要告訴自己的手下聽 我不會給你疑問 我不會給你去問我拿一個同意去答立法會的問題 你賣這個廣告吧 梁振英偉大的施政 是這樣 你賣一賣這個廣告吧 你賣一個廣告我斬頭給你 我捐多五萬元給他 你賣一賣 所以你就不得持平 你現在梁振英施政是這樣 一個謊掩蓋一個謊掩蓋一個謊掩蓋 許副局長 你問問梁振英 我請你 他會不會將他起場秘訣 公諸於世 一分鐘時間 每晚播一播 不起牆牆會死 起又死,不死又死 總而言之講謊就不會死 會不會 你會 我便不告訴你 隱惡陽善 哪裏是和公共政策有關 是不是 我問你 你有甚麼準則 有甚麼準則 我問你 未做的事當做了 做了的事不認 梁振英的證據確鑿 一家等於零 為甚麼你們又不去 講講簽建的問題 特首靠大家解決簽建問題 大保鑑大全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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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局長有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副局長 在行政會議有沒有討論過這個秘笈 主席梁議員 你嚇我們 現在呢 在不同的大氣電波裏面的宣傳 短片或者是聲帶 他整體的安排 是由有關的決策局 和部門按著政策的需要 是透過我們新聞處的協助 加以播放和製作的 那你特首這麼聰明 你不抵抗香港人 喂 解決簽建問題 是 喂 你示範叫他 怎樣尺寸牆 怎樣封就是最好 什麼時候又揭露出來 最好 好嗎 好了 你夠時間了 好